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夏松报道 传中共火箭军军心散了 与半数校位军官想转业 随着中共火箭军和整个国防工业基地 因惊人腐败被整肃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透露 火箭军军心散了 与半数位及军官想转业 1月7日 姚成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说 在与国内相关朋友聊火箭军时 他们告诉我火箭军校位及军官 超一半以上都打报告要求转业 军心散了 中共军队军官军衔是三等时级 分别为将官上将 中将少将 校官大校 上校 中校与少校 卫官上位 中卫 少卫 此前他还证实 火箭军进行全面检查整顿时 发现了大量问题 确实发现一些加住液体燃料的火箭弹 里面有水 战略导弹发射井的井盖 常年不维护 导致井盖打不开 更重要的是 泄密还在继续中 这份检查报告 居然也被美国获得了 我通过国内朋友们核实 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 彭博社日前6日引述知情人的消息说 美国情报显示 中国产劣质导弹 以及核心军备质量不过关 引发中共清洗军队 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火箭军和整个国防工业基地内部腐败严重 其中一知情人士说 美方情报评估列举了几个中共军队腐败的例子 包括导弹中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 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盖子 无法有效发射导弹 对此 独立时评人 专栏作家蔡慎坤 7日在X上表示 中共军队腐败远不止这些 几乎所有部门所有领域都深度卷入腐败漩涡 军队干部提拔早就有明码标价 除非是红二代 一般背景的人想升迁 几乎都要适应并接受这套筹钱买官的游戏规则 过去很长时期 和茅台玩文工团的作风腐败 在军队非常普遍 军队大大小小的研发项目物资采购 以及日常的吃喝挥霍 腐败惊人 如前些年南海田土造岛 预算和实际支出差距巨大 至少上百亿流入私囊 类似例子太多太多 习近平清洗腐败将领 或能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但收效甚微 因为无论换谁上来都会重蹈覆辙 特别是军队 所谓的忠诚是建立在利益之上 没有利益弹劾忠诚 蔡慎坤说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宋唐 一如采访报道 自分析 军改靴山头设内斗席线实面埋伏 自2015年以来 中共党魁习近平当局 对中共军队进行彻底重组 将军区制改为战区制 打掉了徐才厚 郭伯雄等大老虎所形成的各个山头 又将陆军18个集团军打散重组 被外界评论为既赶走和尚 也拆了庙 中共党魁多次强调 军队吃黄粮 根本只能是打仗 但专家表示 中共不懂军队 军队有独特的文化 军改打掉了山头 同时也会让军队战斗力降低 不仅打不了仗 连党魁自身也陷入了实面埋伏 中共军改 打掉了山头文化 曾在中共军队服役 对中共军队 有长期观察与思考的 亨特里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军队里面 他本来都有山头文化 他靠的就是一个山头文化 习近平把军队改了 让士兵和将领之间失去了联系 他举例说 以前的38军 第一军 27军 还有54军和42军 都是王台军 然后全部军改 改完以后 什么都没了 中共历任领导者 都对军队进行了改革 多集中于对军队 与军区数量的精简 或创建一些新单位 如80年代把军 改为集团军 1998年成立了总装备部 但原有的结构体制 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习军改的力度前所未有 自2015年以来 他将军区制改为战区制 撤销了四总部 将其职能全部并入中央军委 被外界评论为既赶走和尚 也拆了庙 当前中共军改 还旨在消除军中的山头和派系 重组了中共军队的最高层 在习的第一个任期里 包括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郭伯雄在内的几十名高级将领 在反腐中被清洗 除此之外 在2016年的深化军改中 习还彻底打乱陆军18个集团军的编制 将其改编重组为13个 原来的番号全部取消 用新的数字取而代之 南华早报曾引述接近中共军方的人事披露 军队整改后的13个集团军重编番号 是为了打散军中派系势力 杜绝军中山头和圈子文化 彻底肃清老首长的影响力 与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关系密切的第13、14级团军 几乎是全军覆没 被视为郭伯雄郭家军的原21级团军 第47级团军 被揉碎与其他部队重组成一个第77军 徐才厚借以发迹的第16级团军 团以上军官几乎全部被换过 与习政敌无关的集团军也不能信念 网传原来的38军112 113师被打散成旅 然后更换建制 334团336团填入了福建和江浙改编过来的晋升为旅了 38军完全变了样子 亨特里对大纪人表示 以前的军队整编动静没有那么大 比如说四野的部队 42军 24军和22军这些部队都在 番号都没改 有些部队整编了 比如说71师 70师 72师是整编成武警 这些部队整编了以后 但编制还是完整的 他这一改 比如说以前在福建的120师 120师一拆 每个营都给你拆散了 我们那个部队整编了以后 我们一个营都分为几部分 去了四五个地方 我们那个师呢 就改成了三个旅 然后旅又拆散了 跟其他的集团军的旅又混在一起 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 我们部队分为好几批 有一部分去了北京 还有一部分去了内蒙 还有去了河北 反正拆散了以后 老兵一退役 领导一换 基本上大家都是海里的一滴水 你分不清我 我分不清你 以前部队里面还是任首长的 你是谁的部队 谁的部队 那些红二代 那些军头 都能找到自己的部队 然后一军改 你能见到谁呀 早就拆散了 哈特里表示 军队在老洗手里面 搞得最彻底的 你去看一个市里面都有诗诗馆 一个连都有连诗 都能看出 这个市以前干过什么事情 这个部队以前是从哪里出来的 基本上都有一个描述 但是这一拆全完了 什么都没了 比如说以前的27军 27军以前打过朝鲜战争 也打过越战 一说起来 大家都知道你的历史从哪一步来 都能分得很清楚 到现在什么都不分 这就是习想要的效果 他表示 基本上就是娘找不到孩子 孩子找不到娘 老习的意思很明显 现在你别说你自己是中共军队 以后只有习家军 军改削弱战斗力 哈特里表示 说实话 习军改消灭的是山头文化 肯定破坏战斗力 打仗靠的就是人的血性 人的天性都是怕死的 上阵还得负子兵 靠的就是这种劲 你面对的是刀山火海 说实话 没有那种山头文化 那是不行的 人就需要这种激励 他打这个军改以后 军队也没有战斗力了 部队形成战斗力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网络上有评论说 有意思的是 习近平在2016 2020年两次主要动刀的部队 一个是蓝军之王38军 一个是红军之冠16军 都是实战演习中 至少看推演和沙盘 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结果都被习近平改革拆分之解了 你说他懂军事 你说他改革是为了增强军队战斗力 反正我肯定是不信的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成 对大纪元表示 习近平把部队给打散了是吧 行不成山头 行不成帮派 他就没有威胁了嘛 他是怕军队抱团起来 威胁他安全 他把他打散了 他的军队就是个败笔 他在这里很矛盾 他又想让部队去打仗 又把部队打散掉 让部队没有反抗他的能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军队的帮派河山头 对战斗力是有利的 过去历史上指挥体系下面的官 都是上面的官提拔的亲信 打起仗来互相配合 现在的军队军人主要是谁提拔他 他忠于谁 姚诚说 现在下面六个旅长都不是军长提拔的 他怎么能从内心里就听这个军长的呢 现在军队无法打仗 他举例说 从1946年到1949年三年内战的时候 打仗那都是分四个方面军 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下面有他的干将 第四方面军林彪下面有他的干将 在毛时代中共有所谓五湖四海的干部任用制度 承认各个山头 各个山头都被照顾 大家一起瓜分官职 利益均沾 但习在持续不断的清洗中 几乎打掉了所有的山头 四处树敌 观察人士认为 军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保守封闭 自成一体的利益集团 对荣誉与忠诚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看重山头 事工 魅力 提携关系等等 所有的改革当中 军人的改革是最艰难的 甚至连中共军报也间接提出警告 称深层次的军改会导致动荡 辽诚表示 军队本来就是这样的 现在党魁想打仗 他又乱搞 这个人很蠢的 他不懂军队 他要是了解军队 就不会把军队搞成这样子 作为一个军事统帅 威望来自于哪里啊 一个是来自于战功 第二个来自于你有魄力 关心士兵 因为他到时候要为你流血牺牲的 他现在把军队当成敌人 动不动就在里面抓 习现在用了海军两个参谋 一个当了火箭军司令 一个当了国防部长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当兵的无所谓 反正干几年就回家了 辽成说 但比如说当了师长 他下一步要往军长上升 升官没希望了 他不是用人才 他是用奴才 他说 你以为他这样 提拔了一个董军当国防部长 提拔了一个王后兵当火箭军司令 他就不得了了 他得罪了一大批呀 军队他们现在意见特别大 军队现在都在等待时机呀 现在军队市以上80%的人 都想把他杀掉 他说 因为军人跟老百姓不一样 军人都是有血性的人 吃软不吃硬 这些人都是杀人的人 你拿刀架在脖子上 他不服的 习他不懂 他真的在找死 我说他活不到三年 你看吧 辽成表示 习下去以后 不管谁上来 都会清理习军队的代理人 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我都通过我朋友老乡 传话给王后斌了 不要再瞎折腾了 你能混三五年就不错了 你以为习能撑三五年吗 现在习不是四面楚歌了 楚歌还好一点 大家唱唱歌吓唬你一下 他是十面埋伏 就是大家都把你围起来了 埋伏在这儿 就准备干掉你了